佛性是超越善恶的 所以说佛性也既不属于善 也既不属于恶 那为什么佛教的修行方式 是通过止恶扬善来实现的 善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佛性不是善不是恶的意思 就是说佛性不是有楼的 有楼的山和有楼的恶 有楼和无楼是什么区别呢 有楼简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争吾 有执着 然后对善也有执着 对恶也有执着 对善恶的因果宝也有执着 有这样子的执着的情况下 也简单说的话 当我们还没有争吾的时候 居心山断恶 那么这些都叫做有楼 你比如说去行山 这个是山 但是是有楼的山 然后去造罪 造罪本来就是有楼 没有无楼的罪 那这个佛性呢 他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有楼的山 那当然更不是这个有楼的这个罪 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两个 那他是不是叫 那他是不是山呢 他也叫做山 但是呢 这个叫做无楼的山 无楼的山 或者是叫做圣意地的山 或者是永久或者旧经的山 那就是说我们平时说佛性是超越这个山恶 这个超越的山恶是什么山恶呢 就是有楼的山恶 所以呢 就他不是山不是恶 那他已经超越了山恶 但有些时候呢 也会说佛性才是真正的最久经的山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就怎么去分清楚呢 很简单 佛性不是有楼的山 更不是有楼的恶 但是呢 佛性就是无楼的 或者是佛性就是这个本质的 或者是说圣意的山 这样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